好 行车的安全真的要特别注意 尤其接下来春节很多民众因为疫情不会出国 选择在国内旅游 好多人可能就会开车了 观光局就统计了 初一到初三 华东饭店订房率高达77% 高工局预估春节期间 东部南下的开车时间是平常的5倍之多 至于初三到初五 在东部开车北上更是平常的7倍 而在日月潭视察道路工程的林佳龙就呼吁 民众春节出游要搭大众运输 自行开车的话多走替代道路 塞塞塞到哪都在塞车 每年春节东部旅游人数增加塞车严重 今年更因为疫情 民众都在国内过年 华东订房率已经高达77% 前往东部的车会比往年还要多 高工局预估春节期间 初一到初三从国五 东部南下自行开车会比平常花费5倍的时间 初三到初五东部北上 自行开车时间更会是平常的7倍 在日月潭视察道路工程的交通部长林佳龙 也希望民众不管在东部或西部 都能够多利用替代道路 由于川节期间国道五号会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 林佳龙也呼吁民众多搭大众运输 估计会比自行开车节省将近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我是新闻无联令秉星周大祥众和报导